废物 一群废物 這麼多人 竟然留不住一個李元芳 回門中呢 不 不知道啊 剛剛還在這裡 殺了李元芳的惡當了 這廟裡定然還有另外一人 趁我們圍攻李元芳 暗中將回門中救走 我說李元芳竟然貿然現身 與我們憨戰 原來是為了拖延時間 大姐 追吧 已經晚了 一旦回門中落入敵人節手中 那就大事不妙了 一定要殺死他們 你馬上通知大洋山中所有奢血 只要發現他們三人 立刻通報送壇 是 我們馬上就去 好 遠芳 你可算回來了 我都擔心死了 就憑蛇靈那幾塊料 留不住我 怎麼樣 他中了劇毒 我看是不行了 還有救嗎 他中的毒 倒是並不難解 這是蛇靈專配的 叫蟒哈 只是在這大山沟裡 前不招村後不招地 一應藥品俱武 要救也無從救起啊 如月 我們立刻帶他離開這裡 找一個鎮店配其解毒藥品 一定要把他救火 現在出去 遠芳 我們大鬧小廟救出閃靈 而今 蛇靈定然已經調動起大洋山中所有蛇血 暗中監視埋伏 一旦與他們遭遇 那 如月 顧不得這許多了 救人要緊 外面就是龍潭虎穴 咱們也要闖一闖 這怎麼回事啊 是 青陽客棧犯了殺人命啊 是 什麼 殺人命啊 是 是 聽說一間客房裡面呢 死了兩次客人 都是被刀砍的 你怎麼知道的 今兒一大早 我到紫陽街靜貨昂光 正好啊 碰到青陽客棧的老闆去周牙報案 他跟我說的 當時啊 他嚇得臉上都變了傻了 這青陽客棧平時挺安靜的 這怎麼回事呢 誰說不是 請記得訂閱頻道 請記得在影片下方 幫我們留言 按讚 分享 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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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